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英克先生 1890年到1969年江西修水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早年留学日本西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又到美国和德国钻研返文归国后 任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岭南大学等校教授 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院 哲学科学学部委员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登志 他学识原博 净土我国历史学 古典文学和中小学的 通宵多种文字 有经于反文 土诀文 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 他关于维靖 南北朝史 隋唐史 蒙古史 唐代和清卒文学 佛教典类的据述 诸数 诸数 尤为精湛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早为国内外学术界的所推送 陈一克先生继承和发扬了清代前家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 梵文 佛典的传统 以及深厚的文史者 以及语言文字知识 融会贯通 纵横赤品 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取得学术研究 诸数的新成果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 教学 诸数事业中 尽管尚未能摆脱传统世代父思想的影响 但是他自学严肃认真 识思求是的态度 却也是其学术成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去隋唐制度源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树论稿和原白事件证稿 在陈英克先生生前亦有单行百万 基于韩柳唐纪 金明馆从稿 初编二编所收旧文以及长篇 专注刘日识别传等多经陈先生 晚年修丁 文集的整理教堂 由复旦大学江天树教授承担 编辑部制作了一些文字标点 教堂工作 至于学术观点方面 则保存其历史愿貌 为家更动 我们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必于 我国文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有助于学术空气的活药 中国古籍驻版社 1980年4月